接下來為大家介紹怎麼樣利用龍門架來鍛鍊我們的下胸 通常我們要了解一個什麼叫做抗阻力 它這個鋼索從上面往下帶的力道 然後當我們往下撐的時候 這個就有點類似我們在練雙腳 胸往前傾在練下胸其實是差不多的發力方式 只是它的力的起點不同而已 好接下來看我做一下示範 首先我們兩邊要調適當的重量 然後我們先撐下來 然後特別注意不管你是左腳往前或右腳往前 你要踩一個大一點的弓箭步把地踩穩 甚至於有的習慣兩邊踩 其實這一個很多老手他很有把握的 他認為這樣比較平衡 我看過這樣可是很容易跌倒 建議你還是踩弓箭步會好一點點 然後往前出力 每收用你的下胸來發力 然後慢慢收回來 收回來差不多到我們的前臂跟上臂成90度 再發力 放鬆 再慢慢地 出力 放鬆 再 出力 放鬆 好記得放回來的時候 身體腳先踩穩先回來 然後再慢慢放 放回來 不要很快速地把它放掉 這樣子其實很多時候 他的慣性 不小心他像這種把手啊 可能會甩到之類會容易受傷 好希望這個動作讓大家有幫助 謝謝大家 如果人家的麻痺